歡迎來到快樂隊大家 我是銀婷 盤點2021年有些亮點車款 其實到現在為止很多人都還在等車 很期待這台車 但是展望2022年 有些車還是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 所以今天我們的重點又再次要鎖定到 從好的車到明年的發展 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還有讀舌時間 有些車總是讓人心裡頭 有那麼一點不開心 那麼一點不滿足 甚至那麼一點的生氣 所以生氣氣的時候我們就要請出毒蛇王 蘭尼克 沒有到毒蛇 也沒多毒蛇 我是陳述致死 只是講完之後 你會聽著覺得 那還沒有 但是有個重點就是 坦白講我們這個去年 應該說從前年開始 我就偷偷默默的觀察 任知識王蘭尼克 我在角落裡面默默的觀察這個人 在他角落裡面做些什麼事情呢 我發現他有一個特殊的 這叫做隱藏技能 在牆角搭東西是不是 請幫我下黑色燈 藏在牆角 牆角好像弄東西 玩泥巴 不是 然後你看有個特殊技能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是神獸耶 車界好幾件事都被他說中了耶 我記得之前有人跟我說 不是法拉利 不會推休旅車嗎 好像是我這樣 像你 對啊 臉被打得好痛喔 是不是那時候我記得應該兩年多前吧 然後那時候就說 三年之內一定會看到一個印字 我就跟他翻了個白眼 對啊 然後那時候很多人 這個畫面不要跳出來 那時候很多人都還在說法拉利不可能 法拉利一定會堅持最後一道防線 就是說他不會為了市場出SUV 因為他是法拉利 但是現在法拉利還在那邊堅持 他不會出SUV 但是我們都已經看到測試車這些東西 那你請問你跟 Lamborghini的SUV 有什麼不一樣 你跟Lamborghini烏二十 烏二十也說他不是SUV 對 但是其實你還不就是SUV 他只是超跑包著SUV的外殼 你就不懂 人家那不是SUV 他就是一台超跑 你知道嗎 他只是長相 就像有些人長得像周子瑜 長得像不一樣啊 太好了 所以你看周子瑜還永遠就是 對 玻璃心碎了對不對 很多人法拉利的車迷朋友 不太相信法拉利應該要推休旅車 也覺得推的也很奇怪 但是就是被看到那麼一個 長得很像休旅車的兄弟姐妹的樣貌的法拉利 這就很難再去把它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市場趨勢啦 而且這個有時候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時候是看得出來的趨勢大概在哪邊 對 對啊 然後你說市場面 市場面有時候 尤其是到年中最喜歡大盤點的時候 我還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那個吧 Pugio 那個Ulimba SW 這個真的他準 他真的說話會準 化水會簡單 當然我自己本身是 對於法系車當然有一個偏好沒錯 但是這一款車 終關上市之後 在國外的一些回饋反應 跟國內消費者的形態的改變 就算他是一個非常冷門的一個品牌 市場升量 也不過那幾百台的升量而已 但是缺車不好意思 你要買 等 不是我不給你車 這是去全世界搶車 所以說那時候我就講這個東西 那時候我講508SW的時候 甚至還有人給我這樣 不是我 508SW 那什麼車 我講了很多東西 他的一些優點 有一些優點 確實國內消費者是看得到的 對 尤其是說實在的 尤其是車子到了之後 後面的訂單在那邊 我要怎麼辦 有訂單沒車交 沒辦法 所以說這真的是這幾年遇到的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狀況 沒錯 當然啦 你也可以全部再推給這個 推給疫情 推給晶片 什麼各種理由都可以 但是 事實就是擺在眼前 缺車就是一個 尤其是幾年前Gimney的時候 Gimney這樣子 開始說缺車了之後 沒想到隔了一年 2021年的時候 整年度還是在缺車 都沒錯 訂單到底什麼時候消耗完 好像沒有一個答案 結果現在直接 2022年直接 不好意思我不進了 對 先不接 我反而覺得那本來的訂單 退訂了嗎 就沒了嗎 那這個事實上有時候對車上來講很傷 你拿了訂單之後 結果沒車交 要不然一般來講都是 我有車了拜託來買 結果現在是反過來 然後再來 Gimney是一個 當然Gimney已經沒什麼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更誇張的 更誇張 整個市場更誇張的是這個 Land Rover 我是也是 萊尼克這個也是神預言 我是很早以前 國外還剛上市之後 我就去講說這個車會大賣 會搶翻 尤其是90的 那國內是先進110常軸的 那常軸現在汽油好一點 但說實在你說這種車子 你就是要它才油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這個開得有型的 就是90短軸的 好看 然後國內先110的時候就搶翻了 對 然後就現在換90的時候 更不用講 先由於是這個上市發表之後 他們在這水牛坑浩浩浩浩浩發表 發表會在那邊展現它的越野性能之後 我去參加了這個荒原俱樂部的活動 他們車主俱樂部的活動 一堆新的Defender全部出來 對 整個從老到新 從老到新 全部滿滿的 然後整個車口數都增加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每個人都在問說 你什麼時候訂車的 是喔 大家的問題不是說 你什麼時候交車 是說你什麼時候訂車的 這是你等多久的概念 對 都是這樣的 你等多久了 然後再來 是不可思議 我們自己做媒體做了也二十幾年了 竟然會有這種所謂的 你訂了車之後 不好意思 現在新的說法 現在排他們的車子叫做 你現在要訂車 不是訂車 你現在訂車不是訂車 現在你所謂的 你現在的訂車 有那張單據叫做 你只排這個順序 喔 優先權嗎 購買優先權 當這個訂單輪到你的時候 他就會通知你 好OK那換你了 那來你確定你要哪個形式 才輪到你 最後才會再來一個 是規格選配這些都會選一選 那怎麼辦 表示他也會面臨跟GIMM你一樣 我就接下來也沒辦法交車啊 沒辦法交車大家不開心啊 我覺得比GIMM你還誇張的是 真的喔 我覺得比GIMM你還誇張 GIMM你就是兩手一攤 我就是沒有車 我就是沒有車沒有辦法 然後接下來因為環保法有關係 我不能進了 他也是受害者 嚴格說來他們也是受害者 其實這傷很大 他們也是受害者 但是Defender這個車型是 台灣也是兩手一攤 因為我也掌握不到 我也掌握不了原廠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交車 這也某種程度很衰啊 也是受害者啊 因為不是也缺晶片嗎 不是嗎 訂單又那麼多 那怎麼去消耗這些訂單 我覺得都是理由借口 蛤 我覺得都是理由借口 尼克生氣喔 因為沒有人這樣幹的啦 所以你有訂嗎還是 因為我周遭朋友 我已經兩隻手指頭已經不夠用了 一堆有交車的開開心心的玩樂 還沒交車有訂車的 之前都說我有訂車 然後就現在都說沒有喔 我就排到序 我現在也不敢說我訂車 因為都沒有通知後續的東西 然後一問三不知 因為也不能怪第一線的經銷商人員 因為很多人會這時候就很生氣 就是說你要我加價我就加價 然後甚至他們還有遇到 我剛剛有講一半就很誇張 就是2021年4是這個樣子 2022年4的時候呢 原廠說我這個規格 規格的這個配套說是改變了 然後有什麼氣壓避震器啦 電子儀錶板這些的一些 配備改變調整 調整了之後呢 理論上你當時訂車的時候 應該就是這樣的規格配備 如果你再接下來 你如果是刪掉這個配備 本來標準配備變成選購配備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是照理說 應該不管你是經銷商 還是分公司 你就知道消化嘛 不會是消費者買單 但是他們做法 竟然是要消費者就是說 你要嘛就退訂 要嘛就是我現在 這個所謂的電子避震器 電子避震器本來是標配的 然後結果現在2022年4 變選配了之後呢 那你可能要加個十幾萬二十萬 那你就必須要再加上去 差不少錢耶 可是我一晚交車 然後也等了 轉交車等 然後規格配備之後 然後你規格規變了之後呢 你竟然這個價差 叫消費者吸收 所以說後來才又演變成就是說 你現在訂車不就是訂車 你現在訂車就要排優先順序 省得到時候來配備不一樣 又糾紛了很多 那個會有很多的糾紛 因為我也有好幾個朋友就訂車 然後你現在要這樣子的話 會有這種糾紛的時候 那我就跟你等了 可是這個有時候真的是 但是也牽涉於原廠它能夠給台灣的資源嘛 像我知道賓士有些車也有類似的狀況 雖然沒有像Defender 因為Defender大家搶啊 Defender是不是真的比較嚴重一點 你G-Class也是搶啊 也是 G-Class也是搶 你現在訂個G63 你沒有買比法拉利還久 那個價格高成那樣 那個是可以彈的空間會不會大一點點 沒有啊 你現在要買G-Class 不管你G63是G多少的 反正你就是 你要買G的話 你根本就是跟買法拉利差不多意思 很貴 你就是等 你就等 然後消費者 就算你捧錢你要加價 還是等 沒有辦法 現在當然啦 這時候 你必須要講 或許真的跟疫情有關 整個排程會有亂 然後晶片 然後又缺晶片 晶片也是這種說法 因為前線組裝的人 就是因為疫情不見得可以 那麼滿的班表去排 然後再加上缺晶片 你不可能那麼快的 就到達這個組裝廠 它可以得到所有的配備 所以總是會缺這個露那的 就慢慢的覺得說 我就付這個錢 你給你下定是這樣的 結果你來的時候 蛤 登登 但我覺得 這沒有那個沒有 給我拔掉 拔掉還要給我加價 這樣是不是 情緒不好 對 但我真的覺得 這真的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遇過 有幾個車廠 全部的車廠都有啦 只是說看嚴重的狀況 嚴重的狀況 有些人就是 我就是想要這樣的車 我就是要買 要不然像你看 我身後的這個Mpower 你要不要等 也是要等啊 那很夯啊 也是要等啊 到底是怎樣 對啊 然後它現在又要 以前的Mpower 你看可能覺得 我可能要跑車座椅 還是什麼 現在全部都 全部塞給你 全部通通都給你了 一樣 你要Mpower 最划算的Mpower 等啊 你就等啊 所以說現在 有時候我都覺得奇怪 怎麼大家好像 購車預算都好像無上限 怎麼都是這些 這種等級的車子在那邊等 人生苦短啊 我們現在有錢就用 留給兒子 還是留給女兒 好像已經 現在又有疫情 好像大家心裡思考很多 對啊 有錢當用 直去用 末代無錢 空則之 是這樣子啊 我自己改一下 但確實是有一點這種味道在 就大家覺得說 人生無償 好好的品味 享受當下 所以我現在有錢就去 來買一台自己喜歡的車 但也有很多是熱情回流台灣的啊 台商回流也是有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 不一樣的一些考量嘛 那因為缺晶片 就變成這些車就代價而估 越來越 價格越來越 台商回流的話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問過中南部的朋友 就是說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明明大家不是應該會受到疫情影響 我們車界也受到影響 會比較保守 大家應該要比較保守 但是怎麼好像 在台灣好像 好奔放 沒有這一回事 暴富性出遊 暴富性消費 暴富性買車 尤其是這個房地產 暴富性購物 真的是 他們就說台商回流 就真的是滿手現金 對 那因為政策的一個方式 所以說他們現在的 是優於這些台商回來 所以他們熱錢在台灣投資 很興盛很熱絡 現在根本就是其實也有點像車子一樣 你不要跟我講 應該要多少錢 我只要有就好 加一些價格沒有關係 我就是要 這太不健康了 然後在房地產 真的是人家給我的舉例 人家給我的舉例 那金錢價格當作參考 他說先回來看一塊地 你花了10億買一塊地 結果買一塊地回來之後 然後你說疫情 我疫情關個14天出來 他變1億5 那我該怎麼辦 我就要繼續繼續買啊 房市是這樣跳來跳去 很多事情已經變得 不是我們過去能夠想像的 對 所以說現在很多東西 在我看的時候說 哇 好羨慕那些有賺到那些 我很恭喜他們 他們在這時候賺到錢 包含你在骨骸裡面 你有賺到錢的 我都覺得 恭喜你有賺到錢 然後你終於可以 這個所謂的財務自我控管 財富自由 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然後你在滿手現金說 我要買你為什麼不讓我買 我為什麼有錢還買不到 就是這些車子 對 車堂怪像就在這裏 一直出來好多 從來沒有遇過的喔 就是他們待在車界 都是20年30年起跳 然後以前溫所未聞的怪現象 就在這一兩年發生 超跑世界我就不要講了 因為那真的是另外的世界了 本來就是怪現象 對 那個就是另外的現象 你要買車 你要買到還要累 幾點數你才看我這個 要不要賣給你 這真的太奇怪了 就是有門檻嗎 超跑是這樣 你要買我幾台賣不好的車 就是我們今天就講 一般的車 那幾年前我就說 這幾台車一定要注意的 對 一定要注意就是說 你如果猶豫不下手 你真的就是只能看著 你的好朋友把車開在路上 欸我要進來玩 跟你爬哩爬哩的 Defender每天就在說 欸你要不要出來玩 喔 而且出來玩不是週末 是說 欸禮拜四有沒有出遊團的 對啊好命啊 對啊 就是平常日也在玩喔 好啦那既然車界神獸 他的預言 我們去年看大部分都有稱真 大部分而且還蠻準的喔 那我們來展望未來囉 新的一年啊 你覺得車台還會有什麼樣的現象 可以關注一下 什麼車款可以關注一下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 曖昧不明奇怪的一個世代 也沒有我覺得現在是一個 很好認識電動車的一個時機 喔 過去幾年 我都覺得電動車那都是騙人的 不成熟 對我來講我都騙人的 但是現在因為各車廠都加入了 嗯 再加上我們Toyota的這個 豐田張南哥啊 他真的也是出招了 對 他之前都在反對電動車的一些 政策措施 我也都認同 因為那跟我 理解的電動車狀態是一樣的 嗯 事實上很多人都講的很絕對 就是說 電動車會取代燃油車 穿好燃油車 其實我怎麼看都覺得不會這樣子 嗯 有的是未來會 越來越明顯叫做併存 喔 電動車不會取代燃油車 但是燃油車呢 也會縮小 也沒錯 電動車的市場會越來越大 對 因為隨著你看喔 現在各車廠發表了之後 是不是每天都在講說 除了產品發表完之後都在說 喔 我開始建造電動站 我自己建造電動站有什麼樣子 嗯 有幾個有幾座有幾座 接下來我跟外面專門在經營 這個充電設備的廠商合作 它又有多少多少做 那隨著這個 越來越普及的時候呢 事實上電動車就是一個 可入手的一個選項之一 對 而且還有一個 包含這一次 我覺得 這一次就是Honda Fit 這個EHEV EHEV這個 EHEV這個 日帶發電機的油電 電動車 這個概念邏輯出來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Honda的工程師在告訴消費者 就是說 今天你不要再問我 0 衝到100 要多久 或者說 你100的電池的時候 能夠開多遠到0 它告訴你正確的使用電池方式 叫做20到80%之間的走動 所以你充電充滿 不代表好 你把電池用到乾 再去充電也不好 也不對 你最好就在中間這個 這個區段的時候呢 這個才是 讓這個電池 最好的保護電池方式 對 為什麼現在才在溝通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 電動車的這些里程 參數夠多了 對 然後現在大家都說 如何保護電池 電池怎麼樣能夠開 用最久 那就是這樣的使用 因為包含 你用手機的一個邏輯也是一樣 對 手機你沒事 沒事你看到充電器 你就要給它充一下 永遠電池保持在全滿的狀態 那些電池一定比較快就壞掉 那你如果說 都是在20到80%之間 這樣在動的話 你那個電池的健康狀態 就可以維持得比較久 所以說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會被改變 就包含 10年前Tesla就有了 那時候的Tesla車主跟我講 他們因為想要感受最新的科技 所以呢 他們就為了電動車 改變他們的生活型態 我今天出門 就是有打開手機APP 我今天要去哪裡 我的路線規劃出來之後 我可能在哪邊 中繼點停下來 我要充電 那我在那邊可以辦什麼事情 他們是為了電動車 改變他的生活型態 但是呢 現在很多人是 像我這種 我是科技 3C科技配備的殺手 所以說那些 殺手的定義是 我常常就會把一些東西弄壞掉 然後會那種 工程師都叫我去應徵他們的Bug 常常會怎麼 怎麼你弄就會有事情 就包含這次 我是FIT 我只是在第一次同步 跟這個Android Auto同步 我只是下車把手機拔掉 我手機就壞掉了 我手機直接重置 強迫重置 怎麼會這樣 我沒遇過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會不會跟人品有關 沒有辦法 我就是3C殺手 3C殺手 我也沒辦法 我就是 我只是正常的把它拔掉 然後下車拍照而已 怎麼會這樣 就重置了 我用好都沒事欸 對啊 所以說 有的時候 3C殺手 我承認 對 就是用這個東西 就是不順手 或是怎麼樣 就是會處理一些小狀況 當然我還是回歸車輛的本質 所以說像那些3C的用品 我覺得那些都是 對我來講都不是車子本身的重點 但是我覺得本田在電動車這件事的著墨上 因為我們也有看到Toyota的動作很大 那本田好像也沒跟大家有其他的進一步的合作 我覺得本田好像對 像我們從這次EHEV的這個產品本身設定上來看 這個做法真的就像你講的好像是對的 就是本田好像是挺有信心的啊 我如果每一站我開電動車都要跑去充電 然後我要去確保我的電夠不夠 或是我充電的時間夠不夠 那我何不自己車上就帶一個發電機呢 就有點像是國外 我看日本很多人會買一個Honda的那個有沒有 可以隨時發電也可以這樣加著的 那它的概念就是這樣啊 我是油電車沒錯 可是不是你認知的油電兩個一起搭配 我是用我的油當輔助 然後我的電速我的阻力 這種概念 這樣聽起來好像一切都很合理啊 對 因為這個就必須要回到這個Honda本身的公司文化 因為Honda本身現在產品啊 除了SUV之外 除了SUV之外呢 Honda既研鎖還是很堅持他們認為對的事情 對 它好走跟別的品牌不一樣 就像他們為什麼要去做ASIMO 為什麼要去做HC 其他我們覺得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去做那些東西 他們都是在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然後能夠應用到未來的生活上面 那像現在這個EHVV的話呢 事實上就只是讓小車 甚至接下來可能有其他的產品的話 我相信也會陸續續的應用 對應到各車型上面 那個只是說一個階段性的一個選項 而不是說絕對就是說 我現在就推出電動車 你除了存電之外 我沒有其他選項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在我們試駕中你可以看到就是 EHVV它的電腦運算是隨時在運算 對 那個事實上是很吃電腦的 很吃程式的 對 而且那要有很多的參數 包括你的什麼時機補油門 什麼時機散下車鬆油門 這些條件狀況 你什麼時候該充電 什麼時候該讓這個電子動力去運作 這個東西我試了一下之後 我直接放棄 我覺得太複雜了 真的喔 就是我直接在我的報導說 我如果能懂這些東西 我說 人家都說什麼車評都要懂 我說講的都不所以 可以講出 他們在幹嘛幹嘛幹嘛 我可以去運輸航達計程所的人 那很難好不好 那非常困難 因為那個邏輯超出路 你怎麼知道哪一個參數 是什麼樣的動態下給你的 你只要我們 以我們的角度 我們是消費者媒體 或者是我們這個使用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只要知道怎麼開是讓自己最開心的 最輕鬆的 然後可以到達你的目的地 對 因為那個非常非常的複雜 其實真的是挺複雜 對 而且我就覺得 哇 這個能夠把這個邏輯力出來的人 真的應該是個天才 對喔 所以你會覺得EHEV的概念 是一個天才的概念嗎 天才發明的概念 因為你看嘛 我們零到 我們零到一百加速 一般般 對 性能操控 太要求它了 它已經是節能設定了 你看它的輪胎都用節能設定 你還不是知道把它當暴力壓開 那是在那個環境怎麼樣 那是在那個環境下面 但是你現在市區 比如說你要做油耗 你在市區開的時候 它不是說什麼 什麼可以講得出來 就是什麼 60公里以下存電 然後你看到什麼 它沒有辦法一刀切 隨時在運算 然後你如果把那個 那個中控螢幕切到 看它現在是用電還是用 油在發動的動力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一直在跳 對 一直在跳 我都覺得這個電子用品會不會壞掉 因為我是3C殺手 這個東西會不會壞掉 幸好那些車子安然吐過 車子別那麼弱 我就邊開我就看 這個這到底要怎麼去計算 什麼樣的條件狀況是要用油 什麼時候要電 然後什麼時候要用油去發電 這個東西到底什麼樣的條件狀況 然後我還刻意的大腳油門 每次的大腳油門條件狀況都不一樣 對 我理不出來 那一刀切下去是什麼 但其實開起來是真的挺輕鬆的 很輕鬆啊 很輕鬆 而且我覺得它的切換 是在能夠接受的範圍 就是一個很自然的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進行一個該進行的切換 就是電可能不夠了 因為我的三格 四格變三格 三格可能變兩個時候 它的引擎就進來為電池充電 類似這樣子 然後說 好啊 它一直在運作 一直在計算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80萬以內買到這麼高科技 根本跟電動車差不多了 其實它真的好電動車 對 開的感覺也是 車內臨近度也真的很電動車 你已經有經過很多了 但它有油的聲音啊 因為它畢竟有顆引擎 不會 捷運聲沒有 它還是有引擎聲 但是那個引擎聲 但是那個引擎聲也沒好聽到哪去 說實在的 畢竟人家是FIT 你到底是要用什麼標準去要求它 但我覺得產品的設定 跟它鎖定的目標受眾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FIT這一次 這樣子的初級 是讓人家眼睛為之一亮的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回來看看 既然有神獸在場 我們就好好來預測一下 那超跑會不會出現電動超跑呢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蘭尼克先生 車界的神預言 也沒有很神 但是90%以上有 他說這種挺多事情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就這麼問 把話就撂到這兒了 既然你敢要預測法拉利會出SUV 我現在就問你 把拉利什麼時候出電動車 好寧靜的一個幾秒鐘 算好了 在民國西元紀念什麼 沒有那麼厲害 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現在講有點太早 但是有個動向大家可以觀察的 就是保時捷REMAC 跟Bugatti 這一個合作的部分 因為現在REMAC跟Bugatti 還有保時捷 在這個電動超跑的部分 已經算是整合在一起了 對 那變成說 下一輛Bugatti Sihong 或者是REMAC的這種四季超跑 什麼時候出招 蛤 我為什麼會講現在講太早 那是人家家的事 跟法拉利什麼關係 因為法拉利 always在等人家出招 你意思是說法拉利 都先看別人怎麼樣 有什麼風吹草動 他自己才決定後面要怎麼出擊 因為法拉利是這樣 法拉利是自許為 唯一會做超跑的車廠 這也沒錯 我認同 所以他絕對不會在第一時間 就把這個標準定出來 所以說現在很多人都想要打倒法拉利 所以說我要做一個四季超跑 然後越貴越好 性能越強越好 你能夠做到極限 對 那現在在Bugatti這個REMAC 這幾個三方合作之下 會端出什麼樣的一個菜 跟這個所謂的標準定到哪邊 事實上還要牽扯到一個 跟這個 這是我一個朋友跟我講的 大概在2023年左右的時候 固態電池會完全大爆發 固態電池會開始普及 你剛剛真的有掐指在算 2023年 固態電池 所以他說2023年左右固態電池會開始普及 它的價格會降下來 當你的價格降下來 普及化了之後 要嘛你這些四季超跑 就是用我的固態電池來做 來做你的電池來源 要嘛你就是再更新看有什麼東西出來 當作實驗性商品 看你要用什麼東西 所以說現在要講四季超跑 真的也快了 我要說一個叫做三年內 三年內再講一個 三年內你會看到就是說風向出來了 這是我必須要講風向 我以為三年內會看到電動四季超跑出來 電動四季超跑 三年內 那我就這樣講好了 三年內你會看到圓形車 你會看到四季超跑圓形車會出來 你的判斷 我的判斷三年內會出來 三年內電動四季超跑的圓形車 還沒那麼成熟 但是圓形車八九不離十 然後當第五年的時候 要出來了 它正式的量產之後 法拉利才知道 所以說法拉利你說四季超跑 我覺得還要五年 我覺得還要等五年 就是純電的 純電的四季超跑 我覺得還要再等五年 對 因為法拉利其實並不是不認識電 它有油電車 它是有用過電的縱效馬力的概念 但是它都還是停留在Hybrid Hybrid這種 而且它的電是讓你的動力再更增加 並不是節能用途的 它再更增加了這種性質 包含它的一些其他車款也都是這樣子 只是說這一個系統 我覺得還會再用幾年 剩下的就是 我覺得像它的大車拉法拉利 下一世代拉法拉利 你說在接下來 一個十年一個巡迴嘛 再一個十年要出什麼 會不會就直接全電 我覺得不太會 因為這根過 你覺得它是並存嗎 我覺得它還是會相對的保守 先等人家出什麼招 可是你這時間拉到十年喔 那時候等人家 搞不好全世界滿天的 五年啦 五年啦 未來五年 未來五年它就會出招 因為我在說它的 拉法拉利這個十年 就2013到現在 比如說2023 接下來在什麼 十年會有一個東西 它可能先維持Hypercar 先維持Hypercar 那你接下來進入純電的 刺激超跑 可能要再等等 甚至不會出現 甚至不會出現 因為他們還是 法力畢竟還是有一個堅持 如果它今天真的太... 如果人家寶石捷啊 Bugati都又出現了 那種電動的四季 寶石捷出了電動車 就被人家丟石頭丟成這樣了 你說Tycon嗎 你去問新世代的車主 全部拍手就好 那你說 傳統開老寶石捷的 這些基本教育派的人 不買單嗎 他們還是會買 他們當買玩具啊 但是他們玩完就丟啊 但是他們會收藏的 絕對不會是Tycon 不會是電動車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交通工具 非常好的一個玩具 但是你要把它當作收藏品 還不夠格 這是他們的認知 不是我 因為我不是車主 這是他們的認知 新世代的人會覺得 新的Tycon是充滿新鮮感 然後開的時候有跑車的感覺 但是對於真的玩老寶石的人 他覺得他真的是欠一味 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這就是世代的差異 因為現在也有很多人 因為賺快錢 賺快錢 累積了一大筆財富之後 他有辦法買 所以說他的認知跟傳統 累積起來 這個年齡層不一樣 你過去買世紀超跑的人 可能你都是至少四五十歲以上的人 才會開始就是說 我要買超跑 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全世界的趨勢都這樣 很多三十歲以下有能力 我就直接買超跑 所以說這是一個趨勢不同 所以說這也是回到Tesla好了 對 為什麼很多年輕時代都覺得Tesla 哇 這是全世界最棒的車 但是你跟他講 那他棒在哪裡 那跟我們這種傳統的一比較下來 沒有一點是我所謂的車輛的本質 就是你會覺得好像喜歡車的人 會覺得好像沒知沒味的 喜歡車的人會在那邊堅持 喜歡車的人要在那邊 哇外型好不好看 內裝細不細緻 然後開起來感覺是怎麼樣 現在新世代的原因叫做 你有沒有自動駕駛 就是科技產物了 我開0到100多快多快 然後自動化駕駛多好多好 然後我可以更新 然後他燈可以這樣玩 他們覺得這比較重要 對 傳統派老一輩 老一輩 老一輩 老一輩的 因為我年紀可以差不多 年長 我還是年輕的一輩 像我們這一世代 就還在那邊堅持 開車要有開車的感覺 最好還要 所謂的手排駕駛 這個東西 但是當然 年長的時候當然你自排 OK 自排就自排 那都還好 所以現在變成說 你們在講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世代的差異 對 完全車界有出現世代的不同 世代的差異 所以說現在這些世紀電動超跑 有啊 當然會有 因為 Green Mac在之前就已經在做 每種 一個1MHz 大約是1300多匹的超跑了 但是 你除了直線 跟人家溝通直線加速之外 沒了 就這樣而已 就沒了 還是一樣 就等於說你的大動力跟小動力 都只能跟人家講 電動車直線加速 多厲害多厲害 對 以後選配就只有電磁大科跟小科 好沒感情 就動力的差異 對 就是只差在這 但是其實世代不同 他們可能覺得 我就是追求這一瞬間的加速感 對 要不然 我今天要買一輛這樣加速感的 傳統車子 我要花多少錢 嗯 他們就有這樣的一個 反饋的一個思維路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沒什麼對錯 就只是一個 時代的 對 時代的差異 最好以後四季超跑 你也可以在那邊 玩手機遙控 四季超跑 就開來一台 然後給它秀完之後 換下一台來 我們可以以後用電動四季超跑 來叫Uber 就外送 應該開超快 那只是一個 無限未來的想像 對 我們也可以用Coro 不一樣的 好啦 那我們最後再看看 那個新車的賞車時間 今天現場的這台M4 我們回到我們的 老靈魂時代 這個會熱血的車 其實對這一代的M4 你好像評價也是滿高的 因為我們剛好今天 錄影就在它的旁邊 四出圍觀 你看了就會覺得 嗯 哪有時候會想出那個聲浪 呃 如果今天是老司機的 觀眾朋友們的話 就 我如果今天講146M3 那個真的是 鮮龍分度剛剛好 如果有人聽了的話 那你覺得是老司機 怎麼辦我很年輕的同事在點頭 他講 那你說說是 你今天要跟我講192 我都覺得那開始 新世代化 然後車子越來越大台 然後到現在我們身後 不管你是四門的M3 還是雙門的M4 車子都超級大台的 很實用啊 新世代的人 對我來講 今天我要一輛性能跑車 大小要剛好 太小也不行 太大也 我幹嘛我要載那麼多人嗎 我只要載個妹子就好啦 我幹嘛要載那麼多人 空間夠 沒關係 當我有車子啊 妹子就會有 怎麼這麼浮潛 好不好 對 旁邊載一個人就好了 對 那車子本身呢 那又因為電子 電子設備越來越多 大家都要求主備都安全系統 這些電子科技 這些東西 成套的這些 模組化的配備越來越多 什麼時候你在開性能車的時候 你再跟人家講說 嗯 我想要ACC 我要全書域 然後最好來 來個Level幾 Level幾 Level2 Level2不夠 最好有Level3 當然Level3還沒開放 Level2有Level3 又Level3 最好有Level5 我開性能車跟人家要求 我要Level5 Level越高越好 不管 現在的這種草法 除了電子設備很多之外 它的配備 也是配滿配好的 由於是那張Carbon座椅 有的時候我就很掙扎 就是像四門的車型 我就很掙扎 M3的話 我應該要坐在駕駛座 還是坐在後座 看整張Carbon在我面前 漂漂亮亮的 前提是你要有司機 有司機坐哪兒 隨你開心 有時候坐前面 有時候坐後面 我可以去展間坐可以嗎 我也是目前停留在展間坐 欣賞它的階段 但是真的啊 因為以前性能車 你就是要操控 你不會太花心思去想說 你要給我什麼奢華豪華 漂亮的配備 然後科技的配備 但是現在 我告訴你喔 別的車都有喔 你沒有就是Laptop了 而且現在都可以輕鬆開 以前講到性能車 可能說你可能要 對自己的駕駛技術 要要求一點 那現在的車子呢 為了安全 所以說 它要給你很強大的性能 但是它要給你對等的安全 就是安全性能 所以說 現在其實 就是誰來開M3 M4 開帥就好 你要開快也可以 輕輕鬆鬆 你一直說誰來開都可以 我也可以喔 不蓋你 我就慢慢開 我也可以很優雅 來訂單在這裡 但是就沒有錢 但是這種車已經是 跟以前的借訂不一樣了 對 以前是兇到 你要升了三兩三 才讓你開梁山 但現在沒有三兩三 只有半瓶水 我也可以想聽它 對你可以感受到 它這個性能方面 跟一般車子哪裡不一樣 對 那內裝呢 以前可能買這種車 我不用那麼care內裝 現在不得了 那個進去啊 每一個細節 你只要多看一眼 就會多 眼睛會被抓住 因為那些細節 你會覺得 哇 每次都會覺得 他們又會再進步 一直在進步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中間有一段 我必須要講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都會覺得 車廠在幹嘛 怎麼都停滯在那邊 連內裝那個細節都真 怎麼是這樣子 發生什麼事情 但最近呢 用料材質 有一次變成用料材質 跟設計 你要先看 你會好看 你就會想摸它嘛 你會覺得它很醜 你直接轉身就走人了 你根本臉不用摸了 所以你就覺得 這好看 然後椅子也好看 然後那個 光那個顏色 那個質感 你就想要給它摸一把 然後摸了之後就覺得 哇 真的很舒服 那在我講 看到那個carbon的紋路 然後亮亮的那個樣子 摸一下有沒有我的指紋 還不會有我的指紋 哇塞 嚇我一跳 有指紋沒有 摸一下還比較 不會像以前 剛開始考進幕的時候 你碰到指紋 然後現在哇好漂亮喔 摸摸都不會髒耶 都不會髒 那樣子 這都是一個一直在進步 對 不可思議的喔 真的喔 所以我覺得現在車子 真的是一個比一個進步 每個品牌都在不一樣的位置上 做不一樣的努力 然後車子開起來 還有品牌的精神跟味道 那就是一個蠻難得的事情 所以我們期待 新的影片有更多更多的新車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再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看看 最近還有哪些厲害的新車 馬上回來 大家好 今天又出來試車囉 新年快樂 跟我長輩 剛才先請個 拜個早年 我的紅包呢 我的長輩 親愛的長輩 如果我是長輩 以你現在的資歷來講 不是應該是你給我紅包嗎 沒有我現在是國小生啊 你是爺爺啊 要給我紅包 好啦好啦 我真的有誠意啊 我有準備紅包好不好 我今天的車子呢 就有紅包套件 開玩笑 跳色套件 紅色在這地方 今天這台車 嗆出來你就會流口水 它就是之前我們試過的這一台 C5 Aircross 對 這次Aircross跟上次不一樣 上次就是比較 外表 當然那時候那個顏色也是跳色 滿好看的 橘色的 我們這次白色的 為了孝敬我的長輩 我有紅包跳色套件 哎呀 紅色黑大板 又白色套 白色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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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明明就像我一樣 來那個直接摔賣不錄了 好啦 為什麼要挑C5A呢 我覺得C5A在台灣 這幾年啊 我覺得越來越多人 對於法國車的認同度 越來越高 當然因為法國車相對於其他的那種 市售車款 銷售量沒有到那麼的大 但是用了法國車的人 他是對他是讚賞的 是喜歡的對不對 因為車主也不希望賣那麼多量啊 好快喔 現在我開在路上 對不對 我是美化世榮有沒有 自己享受 又不會停個紅綠燈 就好像車主打個招呼 對面也要打招呼 車友們這樣 比較少一點 所以說喜歡法系車 當然就是你自己要有一個美感 對 就覺得這是很漂亮的 然後自然的就會多關注一點 那自然的 當你今天有這預算要買車的時候呢 自然就會把這些列入你的考量之一 你仔細看看他的臉 你仔細再看他幾眼 你們的德國車 都長得一模模一樣 不管你換哪幾台 每一台都一個 你說的喔 你們日本車 不管你換哪台 不是 看一個說法 你說到 家族的樣貌 法國車他就不走那麼的雙胞胎感 對不對 就是家族樣貌 有 但是他也有做一些區隔 所以你看看跟德國還有歐系 日本車都不一樣的做法 法國車路線不一樣 你看 鍍鉻還要給你轉個彎 回轉回來再往中間接Logo 這裡再放兩個燈 下面再放 好忙碌喔 法國車 對他有一些設計上面的一些 美學的一些堅持 從過去到現在我們看到法系車的設計 事實上 有很多他是為了要讓他完整的線條 對 而不是那個線條可以叫做沒有意義的線條 但他只是讓整個視覺上跟設計上面 看起來是完整的 對 然後還有就是他外型 他為了讓他看起來好看 所以說這個 現在也是不多車子這樣設計的 就是他整個大燈是這個位置 一般是先大燈再這個日行燈 那他在上面這邊 為了要跟他的Logo 整體性的搭配 然後下面這個才是他的大燈 對 然後打開眼前看 他也是這樣做這樣 對 凹的一個洞進去 摺線呢 現在很多的車真的都是很動感 他摺線就是很立體的 可能兩到四道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他是做凹耶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他這一個 這一個他是設計造型 他為了要搭配車側 他剛剛那個紅水黑大般的那個線條 調色套件 調色套件 包含到他的這個前下巴 都一起搭配這個 是視覺上的設計是一致性的 包含到你 他連門板上面 一般門板 我們就是平平的這樣子而已 他連門板上面也要有 類似這樣的一個造型的設計在上面 我以為你怎麼出來 帶了兩個洗臉盆給我 洗臉了 洗臉了 老虎這麼老 自家型了 沒有啦 開玩笑沒有那麼深好 就是一個線條感 車側了我覺得不得了了 車側你看不得了了 先看到米其林的2355R18的輪胎 你看 你是背多久這個尺寸自己老實講 不是在開路之前我多尿了一眼 18寸我覺得很剛好 對因為搭配它的PHC的EI懸吊 尺寸在視覺上面也OK 然後你說在實際上 行路性來講 我覺得搭配是OK的 對 然後更不得了就是 又過來一個紅包 你看有沒有對長輩很好 一個紅包 跳色跳色 現在要來看總共有多少個紅包 Airbump在旁邊 然後我車側這裡 黑的鋼琴口徑下面還有紅色 我們拉開來看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選配項目 選配的跳色套件 所以說紅色黑大板 賺大隻白泡泡 油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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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無車頂的話最主要是在最後面那邊 像我對法國人還是小有了解的自己講 它就喜歡鍍鉻 純粹這樣無聊 它要勾回來 所以它鍍鉻是延伸延伸延伸 回來那種感覺 或者為了讓它不單調 這裡也是黑色鋼琴烤漆 再到後面 這就是比較深色的玻璃 所以整個拉出來 你就會覺得說雖然它4米5 但是不會覺得是空空胖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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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紅包再給你注定 紅包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所以說設計師應該會寫信來 就是說你們不要把我的設計當作都是紅包 開玩笑 可是這是一個吉祥啊 設計師千萬不要急我 這是一種在華語市場裡面 算是很吉利的一個象徵 紅色一塊一塊的這種感覺 但是如果沒有選挑色套鑑 本來就只要這樣 對而且這一種的燈竹 在晚上的時候會特別明顯 就是說你看到這八個方塊 那這個一定是很特別的一個車子 對就是我們在拍照的時候都會打網美燈 那瞳孔裡面冒出 四個像漫畫裡面的那一個 它就是有點類似漫畫的眼睛 在屁股的地方會出現 在晚上夜晚的時候會覺得 連屁股都好有戲喔 再來就是防刮材質了 對它整個從延續車側然後到車尾 都有做一個呼應的一個設計 對不管你在怎麼玩皮 像蘭尼克你要到處跑都不用怕 它的屁股可能會用刀 會蹲起來 我是會把它拆掉是不是 不會啦 好再來就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開車車出去的 我們都是希望能夠多載一點東西 580升超平等的 天啊 裝一個料理品都不是問題 關起來 關起來 我真的可以進來耶 我剛好這個有個站板 還真的覺得我好像一個箱子 好吧為了一個節目要把它裝進去 真的是 我怎麼那麼好進去啊 它好平整喔 對它是一個平整的 對 然後還有一個你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它的尾箱開起來的高度沒有那麼高 對我可能再長高一點就靠到 但是它就是讓你方便開關 當然它還是有電動尾門 還是有電動尾門 對 這一個的話你平整的設計是一種 那它另外發西車很多有這樣的設計就是 就是這樣你可以把這個後杖板的部分往下 好往下這樣的話呢你就可以增加你的一個置物空間的靈活度 立刻從580升往上晉升到720升了 對 那如果我要把前面的這個 要更大的空間 再往前呢 那就是超級大的 對1630升 那就是搬家模式 搬家模式 就是工具人模式 然後你看如果買這台車 就是常常有人會打電話說 喂工具人 我想要搬家 我不想叫貨車 喔好我就要開車出現了 因為第二排躺平了 全部都可以裝 而且重點我覺得它平整 因為其實很多後箱我們都有去研究 有時候上去天天看到它不是很舒服喔 那它就可以做調整 然後這個站板也可以調整 但是霸國人是這樣的 就是這站板平常是放上去 不要讓它在那裡空虛寂寞覺得冷 讓它有一點細做 你看這有一個凹陷 你如果有東西 如果呢 衛生紙什麼放著 也不會 還是可以放著 對 嗨各位跨車小營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還有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試駕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